你 珊妮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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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幹嘛叫我姐啊 我也不知道 他們說前輩都要這樣叫 而且妳真的比較像耶 妳說那麼哪 對啊 妳比較像拜金小姐 來 先坐下來我們再聊 這一次呢 這個珊妮姐呢 就叫妳珊妮 就要再姐了 好 陳珊妮化身為拜金小姐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出現 我們這個組合有三個人 我先講一下好了 是我跟可樂王 他是畫 寫書 畫插畫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香港音樂人 叫李端賢 然後我們三個人組成 拜金小姐這個組合 但其實我們各自都在 自己的領域都有工作 所以這是一個休閒系列 有一點好玩的性質 好 然後就除了這個歌 就說CD之外呢 還有一本書 對不對 那想當然這個書的部分 應該是可樂王來負責的 對 然後他就是畫你跟 剛剛你說的那個李端賢 兩位就化身為拜金小姐 然後還有大戰惡魔黨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其實這個專輯跟書是分開的 分開的一個創作 只是它在同時出現 那是先有書還是先有專輯 先有專輯 先有音樂 OK 那你要從頭到尾跟我們講一下 這三個人湊在一起 然後為什麼會想到說要做這樣子 拜金小姐的一張專輯 要先講我們三個人 我們三個個性有一種特點 就是我們三個都很怕無聊 所以比如說像可樂王一直在畫畫 那我一直在做 我這幾年一直在做製作 然後李端賢一直在做幕後的工作 那種叫什麼啊 就是勞碌命 最早最早是李端賢來認識我 因為他可能是聽了我的音樂 還蠻喜歡的 然後他是香港本來就還蠻有名的音樂 然後他就E-mail給我 然後就說他想跟我合作 來錄我的專輯 然後呢就很唐突 但是我們就認識了 就結為好友 然後後來呢 可是這樣要結為好友 應該蠻難的吧 不會不會不會 就靠著E-mail這樣子 人夠無聊就可以 然後後來呢 我就買了可樂王的書 我就變成他的書迷 然後我就去跟人家就是 打聽 要他的電話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好像是有一點趣味性在裡面 那音樂也是這樣子嗎 就是聽起來是比較可愛啊 比較有趣一點的音樂嗎 聽起來是愉快的 然後 裡面 當然 其實跟我的音樂是有蠻大的落差 就跟我本身的音樂 你的音樂以前聽起來就是 有些時候好像有一點暗 耍憂鬱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可樂王有時候也會蠻 他自己的書也會蠻文藝清明的 但是我們在做班金小姐的時候 其實是 我們的個性其實有很多種 然後有一些 比較無聊 或者比較愉快 或者怎麼樣 其實會放在班金小姐 但是書的內容 這個書是小說 是小說 對 但是其實跟一般小說 看起來還蠻不一樣的 好像有一點漫畫式的感覺 不過呢 其實呢 這一次呢 除了這個拜金小姐啊 就是有書跟音樂 可以讓大家就是在這個 很繁忙的生活的當中 會有一些調劑之外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很期待你自己的專輯 我自己也蠻期待的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發 你上一張已經隔多久了 我上一張是2000年 2000年底 所以現在已經2004年了 對啊 連小孩都長大了 真的 小學都念到一半 對啊 糟糕了 會啦 我已經錄了 我已經錄了差不多了 那 預計在什麼時候會上市 跟大家見面 今年一定會有了 其實今年有一些 就除了拜金小姐之外 拜金小姐第一集已經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做第二集 所以很快就會做第二集 然後還會 我之前其實有發過一個現場 現場專輯 但是限量版 是給歌迷收藏的 今年還會再做一張 然後還有我的錄音室的新專輯 也會有 所以呢 等於說程珊妮現在呢 不但是一個solo的歌手之外 他也加入了一個拜金小姐的 這樣一個組合 會分開來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對 好 其實還蠻豐富的啊 就希望你的專輯也趕快出來 因為人家讓大家等那麼久 那麼久 那麼久 我不曉得欸 年紀到 就覺得時間一溜焉就過去了 也不覺得很久 也是 看到別人這樣講才覺得好像很久 好 那我們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呢 程珊妮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書店啊 或者是那個 唱片好裡面找一找 書店是可樂網的部分 就對了 好 那我們謝謝程珊妮 謝謝 希望新專輯趕快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下次跟你合作囉 好 我明明看見你走向我 我明明看見你走向我 眼微聞起來都是你的沈默 是你不會錯 敢來可憐我 我 我明明看見你走向我 我明明習慣了你對我的從容 再多喝一杯 再多喝一杯 你會永遠等我 讓我 讓我繼續愛你 讓我繼續愛你 讓這一刻 還絕不要醒 不要醒 不要醒 讓我眼看你走向我 讓我 讓我多為你珍惜 讓我多為你珍惜 你會永遠等我 你會永遠等我 讓我繼續愛你 讓這一刻 幻覺不要醒 不要醒 讓我再看你走向我 被睡在模糊 也不輕易看錯